大家好,欢迎来到家卫美食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苹果的特殊吃法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下 首先将苹果削皮 再将里边的盒去掉 先切丝,再切成碎钉 然后放入锅中,水开后大火蒸5分钟 碗中打入两个鸡蛋 再倒入300克面粉 然后加入4小勺白糖 少许清水,把它们搅成面糊 搅拌成这种粘稠度就可以了 蒸好后的苹果我们稍微晾一下 晾凉后倒入面糊中 苹果加热后 所含的多分类 天然抗氧化物质含量会大幅增加 可辅助降低血脂 清除体内多余的自由基 延缓衰老 另外熟苹果所含的点是香蕉的8倍 是橘子的13倍 因此熟苹果也是防治大脖子病的最佳水果之一 锅中倒入适量的油 放入一勺面糊 开小火,煎到底部凝固 翻面,煎至两面金黄 即可出锅食用 我们也可以将面糊摊成一张大饼 这样比较省时省力 好了,今天的美食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请关注一下 点我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让我们使用水果车给落сколько 拍照 您变得的